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着微小 所以无与微小当然是最好的 几乎未经处理的 然后如果从较小到中度有一个整体的渐变过程 这意味着在裂缝处施加了油处理 我们可以看看和证书相对应的宝石吗 当然可以 这个是4.3克拉 这个3.05克拉 这一颗是3.04克拉 所以您可以看到这是相当完美的一对 另外即使肉眼您也看不到任何杂志 这是非常罕见的 如果没有杂志我们就不必添加油处理 这意味着每块宝石通过证书都可以展现自己的小故事 那从这些证书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特别信息 这里是GIS的一个样本 首先您可以找到日期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这一证书是什么时候做的 举例来说如果这是十年多前做的证书 那就需要重做 因为通常我们用显微镜观察宝石 但我们现在有更新的仪器 比如现在使用的新型显微镜 这在十年前是没有的 然后这涉及到什么类型的宝石 比如这个是红宝石 这个是绿宝石 接下来是重量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尺寸也一样 根据尺寸您可以看到宝石与证书是否相匹配 您还记得吗 钻石的话比较容易 因为上面通常有镭射标签 但在证书上也会标明尺寸 彩色宝石上没有激光刻字 仅仅靠尺寸与重量来帮助确定这是否是您要的宝石 还有切割和形状 例如这两个是椭圆形的 而这个是靠垫形的 然后颜色 简单地说可以是红色或绿色 但其实可以更精确地描述颜色 比如皇家兰的蓝宝石 或割血红的红宝石 所以颜色也可以很精确 如果颜色很强烈可以描述成鲜艳 然后重要的一点是 这里没有任何热处理的标示 我们之前已讨论过 宝石可以经过或不经过加热 比如说这上面显示 在列文中的油量 有时证书会包含一个信息 但不是必须的 您可以看到宝石是来自哪个矿山的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 关于这颗宝石更多信息的附录 这样您就会发现 您面前的这枚戒指 有什么特别罕见的特质 所以有大量的信息 对大量的信息 可以找到更具体 更深层次的信息 非常有趣 我很喜欢钻石与宝石的这一区别 钻石有镭射刻字 宝石没有 您是否可以更详细地解释 宝石通常在哪里被进行分析鉴定 是否有一个专门的实验室 对特定的宝石做出分析 确实有 例如GIA或HRD是非常受推崇的机构 他们在钻石鉴定方面很著名 当然他们也鉴定有色宝石 但他们在钻石领域更有名 在鉴定彩色宝石的实验室中 必须要提到欧洲的Gublin 还有SSEF 我们非常荣幸在日内网友这样的实验室 但是当然也有美国的行业协会 如ACDA等 另外还有EGL 以及其他知名的实验室 可以分析彩色宝石 如果涉及到非常重要的有色宝石 有时我们需要两到三份证书 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 因为人都会出现失误的 你有越多的证书 你就越确信 这颗宝石就是你要的宝石 不过当然这是涉及到高质量的宝石 而有时对于低品质的宝石 证书就会减短一些 因为认证也是相当昂贵的 比如说我也带来了缅甸蓝宝石 之前大家已经看到过了 在这里是它的证书 例如您可以看到 证书是在2012年做的 有标示重量 但同样没有关于热处理的信息 所以如果这颗宝石没有被加热 这里就不会有任何记录 在热处理后 会留下一些残留物或裂纹 应该在这里明确 如果一颗宝石经过处理 当然也应该在证书中指出 这里指出了矿山是在缅甸 所以会标明宝石的来源 没错 有这么多的信息要考量 但如果您是买家 您应该在证书中搜寻哪些特别的信息 我认为首先必须看这颗宝石是否经过加热 因为在涉及到价值的问题上 这存在很大区别 您必须确保该证书与宝石是相匹配的 例如这是来自斯里兰卡的 我带来了耳环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这是一个较亮的颜色 您知道原产地 您也知道这颗宝石是没有经过加热的 如果我们谈论绿宝石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宝石上加的油量 必须要知道它有没有经过处理 这非常关键 关于红宝石 这里我有一颗 这是来自莫桑比克的 是我们刚买的宝石 对不起 我没有那些经过处理的宝石的证书 因为我不买经过处理的宝石 您不需要道歉 我们很高兴有机会看到这些美丽纯净的宝石 这真的很特别 您提到要确定宝石有没有经过处理 您需要一些证据 表明这颗宝石就如同您带给我们看的这些那么纯净 那么证书上是否也标示了价值 不 证书是不标示价值的 他们只能给出一些指示 当然举例来说 如果是绿宝石 它没有上油 那当然就更加昂贵 没有被加热的宝石 红宝石或蓝宝石 肯定比加热的更宝贵 但证书不会标示价值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标明皇家蓝 您知道这是蓝宝石的最佳颜色 这就为您提供了一个提示 这是一颗非常罕见的宝石 但它不会提供任何价值评定 如果涉及到评估价值的话 那就很奇怪了 因为通常实验室是不提供任何价值评估的 所以要小心 例如您可以在保险公司或商店中 得到一个估值 但在证书中得不到 如果您有一份评估价值的证书 那就真的不寻常了 因为这些实验室是宝石学实验室 阿尔克再次感谢您的到来 感谢您又一次分享了您的知识 很荣幸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下一次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 我们将收集所有的信息 讨论非常重要的价值问题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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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